11月8日,美国中级选举投票站从美东时间当天六时陆续开放给选民进行投票。 此次选举中,共有435个众议院席位和100个参议院席位中的35个将进行改选。 为争夺两院控制权,民主党和共和党支持者疯狂撒钱。 今年的竞选总花费预计超过167亿美元,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中期选举。 除国会外,还有36个州将改选州长。 预计印第安那州和肯塔基州中期选举投票将最早结束。 于美东时间8日18时关闭投票通道,阿拉斯加州选举将最晚结束,预计于9日凌晨1时结束。 尽管11月8日为中期选举投票日,但美国47个州大约4100多万人已经完成了提前投票。 美国福克斯新闻11月7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 美国边境巡逻人员于10月份逮捕了至少20.5万名试图非法入境的移民。 有超过6.4万名非法移民躲避了边境巡逻人员进入美国。 数据显示,10月份平均每天超过2000名非法移民躲避边境巡逻人员进入美国。 边境巡逻队逮捕的20.5万人更是达到国土安全部往年同期数据中的最高记录。 据悉,2021年10月,逮捕的非法移民数量为159113人, 而2020年10月,逮捕的非法移民数量为69032人。 这一数据并不包括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外勤行动办公室在入境口岸所逮捕的非法移民, 意味着实际上被逮捕的非法移民总数将高于20.5万。 在Powerball中奖号码原本应于11月7日公布, 但由于彩票公司的技术问题在推迟了一晚后, 20.4亿美元投奖的中奖号码终于在8日公布。 此次中奖号码是10、33、41、47和56,红色的Powerball是10。 彩票官员证实在洛杉矶阿尔塔德纳的Jaws Service Center 售出了一张Powerball投奖彩票,价值20.4亿美元。 这笔创记录的投奖奖金超过了2016年创下的15.86亿美元的Powerball投奖记录。 本周二的开奖是这次游戏的第41次开奖。 根据加州彩票的数据,赢得大奖的几率是2.92亿分之一。 11月8日,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对微软以690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的交易展开全面调查, 称该交易可能损害游戏机和PC视频游戏,操作系统分销市场的竞争, 并将于2023年3月23日前决定是否批准或阻止微软与动视暴雪的交易。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1月8日报道称,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当天表示, 目前在电力供应方面最困难的地区是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和东部哈尔科夫地区。 除供电系统遭袭外,无法排除供水和供热系统遭进一步打击的可能。 他还指出,目前电力工程师正在尽一切努力恢复电力系统的全面运行。 不过,政府也有必要制定其他计划,即做好在极端情况下疏散人口的准备。